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今天來跟我們蔡耀師一起聊聊 過度訓練 Overtraining 在這之前 大家有沒有覺得 今天的場景特別有氣氛 特別有情調啊 這是我們蔡耀師的秘密小花園 聽說平常只帶女朋友上來呢 今天特別開放給我 讓我在這邊做拍攝 如果我是蓋伊的話 可以唷 講到過度訓練 首先我先請蔡耀師帶大家認識一下 與過度訓練息息相關的最大可恢復量 我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最大可恢復量 一個你可以百分之百執行 百分之百恢復 並從中獲取百分之百效益的訓練量 當然講這百分之百效益 好像有點過於理想化 對 但我們必須盡量朝這目標去努力 找出屬於自己的最大可恢復量 我們就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容器好了 一個mifleting的杯子 水就是你的訓練量 我們每天能裝的水就那麼多 如果訓練量超過了你所能承載的極限 它就會滿出來成為負擔 當然我們每個人的容器大小都不相同 假設在飲食睡眠心態都一樣的條件下 你會因為基因年齡或是一些第二天性 而有所差異 像我的容器可能這麼大 我們菜藥師就像這樣 小胚子 所以不要去仿效那些你崇拜的肌肉聚聚們 遵循他們的訓練菜單課表 因為那些頂尖的健美或是健力選手 他們的容器可能跟你就不太一樣 但那些背後的專業支撐就更不用說了 什麼高科技的器材啊藥物等等的 不要看了什麼黃哲勳或是阿諾的訓練影片就照單全收 立結立結再立結啊 各種超負荷 如果你練什麼我就練什麼 我們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他們在請問菜藥師過度訓練的真重有哪些 很多啊像是晚上睡不著 睡著了可能也會很潛眠 甚至半夜還有可能醒過來 濃力感冒 浮精打彩 膽染散散 關節酸痛 力量下降 心慾下降 提不起勁等等 其實這些都跟實驚系統有很大的關聯 一般人可能會以為 強烈的延遲性穿痛就是過度訓練 當然某方面來說 你的延遲性穿痛過於強烈 影響日後的訓練 像是練胸過度 隔天練被日 胸小肌胸大肌非常疼痛 連臂斬都有問題了 根本沒辦法做拉拉動作 或是飛鳥也飛不起來 那麼這也可以說是你過度訓練 影響到日後的訓練品質 那你主要來說 神經系統的回復量 才是你不適感的主要來源 像蔡教師剛剛提到那些症狀 全部 我是說全部喔 我都非常有感觸 雖然我們也練了幾年了 自身的最大可回復量也抓的差不多 但是偶爾 偶爾還是會有過度訓練的狀況發生 對我來說 深蹲跟硬舉這兩項是 最有可能讓我過度訓練的項目 因為這兩項對於神經系統連結的需求 要遠比我其他動作來得強 所以可能我當天狀況特別好 特別亢奮有精神 訓練多做了一兩組 或是把重量提升到 超過我自身所能負荷的時候 喔 當天晚上回家睡在床上 我那個肌肉是從深處痠到外面 尤其是關節周圍 然後明明很累 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著 那我還記得有時候睡著 可能十二點睡著 兩點會醒來一次 三點醒來一次 四點又醒來一次 那這就是很明顯的過度訓練的症狀 像感冒也是啊 它失誤的重訓、健身、運動 對於其中的免疫力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過度訓練就真的很容易感冒 尤其我們在做高強度、高負荷的訓練結束之後 可能走出去吹到風 寒了就中了 對 像我們蔡鑰匙也是感冒才剛好對不對 對 因為前身體去日本玩回來 太急於想要恢復以前的訓練水平 所以沒有良好的適應器 然後就直接做大重量 結果就訓練過度 這就是什麼 名字三有虎 偏王虎三行 另外像是力量下降 這也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我前面有提到過度訓練會影響到你的神經系統 所以尤其當你在做多關節大重量的時候 這個症狀會特別明顯 可能你深蹲5RM是150公斤 當你過度訓練的時候 可能連腳都蹲得非常吃力 甚至有可能蹲不起來 另外像是無精打採啊 懶懶三三這些就更不用說了 畢竟你連睡眠品質都不好了 不過有一個症狀我想特別拿出來討論一下 就是性慾下降 因為之前某一位健身網紅 也跟我聊過這個議題 那我就不說是誰了 高高的 講話慢慢的 很耐心瘦幾傷 會自己做中分類的 那個時候我們剛好聊到過度訓練 我記得他就問我說 會不會覺得過度訓練後性慾下降 那時候我回答他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後來想了一下 我們男生都知道 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有承播的現象 回想起來 在我訓練過度後的那一兩天 好像就真的比較不明顯 我知道講到這裡一定很多鄉民妖出來說什麼 我沒有這個困擾 我都靠過度訓練來壓 唉 不過我倒是很想知道你的看法 對於性慾下降這件事 畢竟你們都是有女朋友的人 那講出來可能比較有說服力 沒有沒有沒有 我都靠過度訓練來壓 那我正面想請蔡老師再帶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要如何有效的抓出自身最大可恢復量 首先我們把平常的訓練分成三個區塊 低於自身最大可恢復量 通常來做適應或恢復 剛好介於自身最大可恢復量 足以讓你進步 對於進步比較有益處 高於自身最大可恢復量 無法在短時間內恢復 但是可以達到有效的超補償適應性進步 測量自身最大可恢復量最好的方式就是 逐漸的把你的訓練量慢慢提升 直到下來是因為太疲勞 而降低運動表現 像是開始感覺更異常的沉重 懶懶散散 開始覺得不想訓練 睡眠異常 食慾不佳 如果都沒有這些問題 那麼你可以慢慢的增加訓練量 嘗試更高強度的訓練 盡量讓訓練量接近自身的最大可恢復量 但也不是說低於或高於自身的最大可恢復量就不好 像蔡老師剛有提到 高於自身的最大可恢復量的訓練 對於超補償適應性進步有著一定的效果 但在這之後就會需要比較長的回復期 或是動態回復期 我這邊要講的話可能會比較繁瑣 簡單來說 假設你有一個四週課表 或是你自己的訓練模式 我們可以在前三週逐漸提升訓練強度 在第四週的時候 故意去做一個高強度超負荷的訓練 第五週再拿來當作一個恢復期 有些人會說低落week 運動員則會稱之為動態恢復期 這個動態恢復期的訓練量會落在 你剛好能完成最多 但是又能以最佳的回復速率回復 不過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那回復速率也不好抓 所以通常我們會用 大約你平時訓練的一半訓練量來執行 不曉得大家到這邊還聽得懂嗎 如果大家還是聽得捕傻傻的話 只要記得我說的 追蹤自己的訓練量 找出自身的最大可恢復量 進而安排出對你來說最有效率的訓練課表 不斷的拉長訓練時間增加訓練量 這並不一定是對你來說最有效率的訓練方式 最後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 時常保持一顆愉悅的心 不論是對生活還是健身上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利益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劍仁蓋一 我是蔡老師 那也謝謝蔡老師提供的秘密花園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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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